欢迎收听大案纪实 我是吕鹏 咱们今天要说的这案子发生在2013年 2013年3月11号中午11点半的时候 家住江苏省扬州市的蒋先生呢 骑着自行车就回家 在经过新城河望月桥的时候啊 就发现那平缓的河面上突然飘着一东西 蒋先生呢也感觉好奇 这飘到什么呀 左看右看越看越像一个人头 蒋先生啊当时吓得呀都不行了 立刻就拨打了110 最后扬州市公安局寒江分局的民警 赶到了现场了 警方啊也是站桥上这么一看 哎呀这什么呀 这越看呢还真是越像一颗人头 只是呢露出很小的一部分 光天化日之下市中心的河道上飘着一个人头 哎呦一时间各种各样的恐慌情绪可就蔓延开了 这人是谁呀 怎么死的呀 怎么飘到市中心的河道里了呢 其实啊露出水面的只是头部的三分之一 并且呢大家看到的时候还在缓缓的移动着呢 民警就感觉不对劲啊 为什么说不对劲呢 通常大家看到河里漂浮的尸体啊 呸呸呸 这玩意平时哪看去是吧 反正通常吧 河中浮尸那都是四肢整个漂在水面上的 而这具尸体呢光脑袋漂在水面上 这不对呀 当时啊也正好是午饭的时候 享清博日 很多路上的行人就都在岸边停下来了 围观的人是越来越多 在大家的注视之下呀 这尸体被慢慢的打捞上来 而这尸体一上来尸体这副样子 让围观的人那是吃了一惊啊 这具尸体呢 手脚是被绑住的 腰上啊 系了东西了 是有负重的 尸体已经腐烂了 看不清长什么模样了 但是能够清清楚楚看见 双手双脚都被打包带捆住 那腰上呢 是系着一个方形的那种印颈盖 这是典型的杀人尘尸案啊 打捞上岸的尸体 第一时间被送往扬州市法医检验中心 来进行检验 这死者奇怪的死亡姿势 那么多人都看到了 于是很快就成了扬州市街头巷尾的热点话题了 人们就纷纷的在那猜测呀 哎呦 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死的呀 而要调查这个男子的死因 首先呢 就要找到这男子准确的落水地点 警方就以案发现场为中心 把河道方圆三公里之内 所有的监控摄像头拍下来的视频 都调取过来了 一一进行查看 同时呢 沿着河道进行搜索 看有没有可疑的痕迹物证 这新城河呢 是寒江中心区的一条南北方向的排劳河 河两边啊 居住着大量的居民 新城河位于市中心 从北往南 整个是纵贯扬州市寒江区 河面呢 差不多是二十米宽 中间的水呢 差不多两米多深 为了寻找到死者准确的落水点 警方啊 在扬州市寒闸河道管理处 查询了近两个月以来 所有的水湾的资料 发现这个河道水流呢 变化也不大 警方就判断 可能这个落水地点和发现尸体的位置 相差也不会太大 就在外围侦察员紧张的进行走访排查时 扬州市法医检验中心的法医 有了新的发现 检查死者衣服的时候啊 就发现啊 死者衣服特别整齐 口袋里面的随身物品呢 还都在呢 要说起来啊 死者的随身物品还真不少 有两千七百块钱现金 一部三星手机 还有一张银行卡 同时呢 还有一张2月9号 从广东平时到江苏扬州的货币 车票 当然这里边所有物件 对于警方来说最重要的 就是身份证啊 这是能够直接验证死者身份的呀 身份证显示的名字叫陈丹 广东人 1983年出生 出事那年的是30岁 那么这陈丹是不是死者本人呢 扬州警方根据身份证上的户籍信息 通过广东警方就查找这位陈丹 当地警方很快就联系到了陈丹的家人了 陈丹呢 在春节前两天就离家出走了 说到现在呀 也没联系上的 也没找着他在哪 陈丹的家人就说呀 陈丹是13年2月8号晚上离家出走的 之后一直没回来没消息 为了确认死者是不是一个月前离家出走的陈丹 扬州警方呢 赶往了广东联州 采集了陈丹父母的血样来进行DNA检验 很快DNA的比对结果就出来了 死者呀 正是离家出走的陈丹 身份已经确定了 那么这陈丹是怎么死的呢 如果是他杀 害死他的是什么人呢 根据陈丹身上的火车票显示 他是2月9号中午12点31分 从广东平石火车站乘车的 2月10号中午12点08分到达扬州的 警方呢 又到了广东平石火车站调查 这火车票是陈丹2月9号当天 拿身份证现场买的 跟这张火车票一起出票的 只有一张 也就是说陈丹是一个人来到扬州的 没有同伴 一广东人来扬州 要干什么来呀 是要跟谁见面吗 他在哪落脚呢 警方就在全市范围之内 对宾馆旅馆网吧洗浴场所进行了排查 可发现没有用这张身份证登记过 排查过后 身份证没在任何地方做过登记 那他不找地方住 他去哪啊 警方呢 又对陈丹随身携带的物品进行了分析 身上有现金有手机这都是值钱的东西啊 所以基本上能够排除为财杀人了 三种可能 是吧 各位又要在心里边默读一遍了 情杀 仇杀 为财杀人 排除了一个 那会不会是仇杀或者情杀呢 另外凶手作案也有挺奇怪的地方 把陈丹的扔到了河里 又绑了重的东西 这就是不想让陈丹的死被人发现 不想让人知道陈丹的身份 可既然如此 为什么陈丹的身份证没拿走呢 警方呢 经过了多方的走访调查 也没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沿着河道两边的监控录像挨个的看吧 也没找到可疑信息 那陈丹是怎么死的 什么时间死的 只能等法医的鉴定报告了 法医呢 首先对死者身上的捆绑物进行了检验 死者的双手双脚 是被质地非常坚硬的那种打包带捆绑的 经过检验 发现死者的捆绑方式啊 也很特殊 是用捆绑物的一头 在这手上啊脚上啊 打一个结 另外一头呢 伸出去以后 在另外一个地方啊 互相缠绕再打结 这种打结方式呢 哎 自己把自己捆住也能完成 别人把自己捆住也能完成 另外死者身上的那个捆绑啊 特别的松散 两只脚之间的距离有45厘米呢 平时您各位见哪个影视剧里边说把人绑起来 俩脚中间还能插开半米呢 不可能 双手呢 只是在那缠绕着 也没有记死结 同时 法医在死者的双手和双脚部位也没发现任何的损伤 这让法医就奇怪了呀 因为这打包袋质地非常的坚硬 你稍微挣扎一下的话 你都会导致破皮或者是出血 现在啊 这些疑问还是解答不了 得了吧 接下来对死者继续进行检验吧 尸表检验呢 是法医最重视也最重要的检验了 因为只要有外力侵犯 你甭管是轻 你还是重 只要有损伤 你或多或少会有痕迹 这就对判定死亡性质非常重要 但是尸表检验之后 没有发现任何的损伤 法医对尸体表面进行仔细的检查了 包括头部啊 脖子呀 这些重要部位都没发现损伤 这说明陈丹在生前 没有跟任何人发生过搏斗 这种情况警方就考虑 这陈丹是不是心甘情愿的被捆绑啊 或者是不是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 被人给捆绑住了呀 法医呢 接下来又对尸体进行了更深入的解剖 而这次检验有了新发现了 发现死者的支气管有泥沙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是在他生前落的水 他落水之后有呼吸运动 不光是在支气管里 胃里边小肠里都有水里的泥沙 这说明死者就是生前溺水 随后警方又做了归藻检验 进一步进行了验证 如果死者是生前落水 那么他的体内一定有归藻物质 随后法医还真检验出了类似的归藻 这都说明死者是生前溺水而死 哎呦 现在这奇怪的地方是一个接一个 身上的捆绑松松垮垮 身体表面没有任何损伤 再加上他是生前就溺水了 这会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被绑入水呢 作为正常人来说 如果别人强制的捆绑他 他肯定得反抗啊 一反抗就有痕迹啊 可又没有任何的反抗痕迹 那么会不会承担当时尽管还活着 但是意识已经不清楚了呢 或者是已经昏迷了呢 再或者他有没有可能是自杀而死呢 不过自杀为什么非得给自己绑一印井盖呢 这一切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警方分析来分析去 感觉这个事情有着种种的疑点 陈丹呢 一定是在生前就被扔入水中 最后溺水身亡 但是身上又没有任何反抗的痕迹 那么他会不会是在意识不清楚 或者是昏迷状态之下 被人捆绑扔进河里呢 再加上陈丹身上没有任何外伤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那么必然陈丹就是中毒啊 导致昏迷的呀 所以呢 又对他进行了全身的毒物排查检验 结果陈丹体内没有发现任何毒物中毒表现 所以啊 最终经过严谨的分析判断 法医呢 给出了一个结论 陈丹是自杀而死 那么他真的是自杀吗 2013年3月11号下午 扬州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 和寒江分局刑事科学技术室的法医 在对尸体进行捆绑物检验 尸表检验 解剖检验 归早检验以及毒物检验之后 做出了死因是生前溺水死亡的判断 死亡方式是自杀 死亡时间呢 是距离检验一个月左右 这件事情啊 报道网上之后 很多网友呢 对这起事情非常的关心 扬州市公安局寒江分局 还在官方微博呢 发布了消息回应 但很多网友不理解呀 跟咱们一样啊 说怎么也想不明白 哦 把脚也捆住 把手也捆住 还得抱着井盖跳河 这难度有点太大了吧 就希望警方能够解释一下 死者是怎么做到 自己把自己的手和脚绑住 在抱着井盖跳河自杀的 一时激起千层浪啊 质疑承担死因的微博 被转发了好多万次啊 不过仔细想想 大家的质疑 它是可以理解的呀 比如说 一个人如果想自杀 跳楼也好 吃药也好 哪怕跳河也好 他为什么会用这么复杂的方式 把自己手脚都绑起来 背后还绑一块印井盖呢 针对网友们的疑问 扬州警方啊 也特意邀请了江苏省公安厅 中国法医学会的专家 来对死者进行了复检 同样 没有发现搏斗性损伤 没有发现控制性 还有抵抗性的损伤 这是特别重要的依据 警方发现气管里边有泥沙 硅藻检验也检出来了 和水中硅藻一样的硅藻形态 这是非常客观的依据 那么专家呢 也对扬州警方做出的死因是生前溺水 表示了认同 而认定是不是自杀 是不是自己把自己的双手双脚绑住的 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细节 就是咱们之前提到过的 两腿之间呢 有四十几公分的间距 也就是说 这个人如果再没有遭遇其他严重暴力性损伤 也没有中毒的情况之下 那么他完全是可以奔跑的 在仔细调查还有复检之后 那么专家也认为 做出的自杀结论 没有问题 那么 这陈丹是如何用打包带 把自己双手捆绑住的呢 韩江分局 形式科学技术室的领导啊 也在镜头前 给大家呢 做了演示 死者身上的结呢 都比较松散 自己完全可以轻轻松松的做到 通过演示 也就证明了 自己把双手捆绑缠绕 这是非常轻而易举的 那么 陈丹身上的印井盖 又是哪来的呢 警方啊 就沿着新城河两岸 进行了排查 在距离事发现场 五十米左右的位置啊 发现了一个地方 丢了印井盖 但是警方不能肯定 说这个就是死者身上捆绑的那个 接下来怎么办 还是技术测量 这个井口的规格 和陈丹身上的印井盖 是一样的 而且又在事发现场附近 警方重点在附近做了调查 正好这个地方呢 是很多附近打零工的人啊 一个聚集地 那么这些打零工的人反映 说这地方是有井盖 春节前这井盖丢了的 丢失印井盖的位置旁边呢 还有一家银行 银行门口的探头正好也能覆盖到这个印井盖的位置 警方啊迅速调取了监控视频 这回还真有发现了 视频监控显示 一个年轻的男子在2月11号也就是大年初二凌晨5点42分从空无一人的大街上走过五分钟之后这个男的呢又返回路口 弯下腰来把路边的印井盖提起来抱住了 沿着新城河道的方向可就走过去了 在路的对面啊也有一个监控摄像头也拍下了这个男子从地上拿起印井盖搬走的画面 根据监控录像显示 这个人呢行动自由 身后也没人尾随 那么这个人会不会就是陈丹呢 监控视频显示是在2月11号 而根据陈丹身上的火车票来看 正好是他到达扬州之后的第二天 之后警方啊就又顺着他来的时候的道路方向进行一个逆向的寻找 果然又在另外两处监控摄像头那发现了他的踪迹 2013年3月15号 陈丹的家属啊从广东来到扬州 当警方打开监控录像的时候 他的父亲一眼就认出来了 这就是我的儿陈丹呢 那么陈丹又是在哪儿完成了捆绑负重之后跳入水中的呢 警方顺着监控中陈丹消失的地方进行仔细的搜索 警方就感觉啊 他应该是站在一个平台的位置 然后捆绑好了再下去 经过搜索 警方在新城河边的一处平台上 还真有发现了 台面上呢 有那种新鲜的刮擦的痕迹 印井盖完全可以形成这样的痕迹 根据捆绑方式 加上监控摄像头 还有现场的痕迹 警方认定 这个人是符合捆绑好自己 然后再下水的这么一个情况 与此同时距离落水点不到20米的地方有一个垃圾站 警方就认为 警方就认为陈丹呢 身上那打包袋很可能是在附近这垃圾站随意捡的 在垃圾站里啊 这打包袋是随处可见 也没什么作用 但说来说去啊 人们最不理解的就是 既然想自杀 为什么这么麻烦 为什么要把自己双手双脚捆住 为什么还要绑印井盖 类似于这种情况呢 往往就提示着死者生前是会游泳的 所以啊 就用这种方式达到自己在水中逆水死亡的目的 因为他自己呢 就怕下水之后死不透 一紧张一害怕得了吧 我不死了吧 我游上来吧 陈丹的父亲呢 就跟警方说了 说陈丹呢 从小就会游泳 经常在村子前边的河里边玩水 他水性特别特别的好 综合所有的线索 警方确认陈丹就是自杀 并且及时的通过微博 也向所有关注这个事情的网友们呢 做出了解释 做出了回应 而对于自杀的这个结论 陈丹的父亲没有任何的质疑 这陈丹已经三十岁了 为什么会选择在春节离开自己的家 为什么来到千里之外一个陌生的城市 而且要用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呢 陈丹呢 他的家乡是在广东廉州市的乡下 一山傍水的一个小村子 一条大河从村前边缓缓流过 这个地方风景很好 但是经济呢比较落后 初中毕业以后 陈丹就跟很多年轻人一样 离开家到外地打工 2007年 24岁的陈丹经过别人介绍 和邻村的一个姑娘呢 就结婚了 结婚以后啊 生了俩孩子 成家以后 陈丹有压力了呀 那更努力工作了 先后到广州 杭州 衡阳 很多城市打工 也干过建筑工地上的小工 也干过厨师 曾经陈丹呢 也梦想着想创业 在陈丹家里啊 有一个笔记本 笔记本上就记录着他的开店规划 但是说回来 真不容易啊 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人 在城市里边打拼有多艰难啊 很多朋友可能都有切身体会 在当年呢 有时候承担一个月的工资 也就是千八百块钱 他呢 必须精打细算 日子最困难的时候 还得靠家里的接济呢 为了挣更多的钱 实现自己的梦想 2012年5月份 他去了澳门的一个建筑工地打工 可是仅仅过了一个月就回来了 因为工地上啊 发生了事故 让他觉得很害怕 很恐怖 回来之后呢 他也偶尔会跟家人提起来啊 在外打工的时候 有的这些心酸经历 在他的描述之中呢 家人明显感觉到他不愉快 心里面呢 应该说是比较沉重的 但究竟陈丹在外面经历了怎样的磨难 也没跟家里人说过 至今呢 也没人知道 陈丹到底经历了一段怎样的生活 反正这回回来之后 陈丹的脾气是越来越暴躁 性格越来越古怪 也没有人呢 过多的去了解 他这种性格变化的原因 家人就是知道 这次回来之后陈丹呢 慢慢的沉默了 不愿意跟人说话了 2013年2月8号晚上 也就是大年三十前一天 没跟家人打招呼 直接骑上摩托车就走了 当天晚上啊 他一夜没回来 第二天 父亲打通陈丹电话的时候 陈丹呢 就已经到了外地了 这个电话呀 打通了 就说我现在呢 在坐火车 说摩托车呀 在平时车站门口 钥匙也没拔 你们呢 去那把车骑回家吧 我有急事 平时火车站 距离陈丹的家 有一百多公里 谁都没想到 一夜的时间 陈丹骑摩托车 骑这么远 年三十中午 登上了开往扬州的列车 而在这之前 陈丹从来没到过扬州 到后来警方也不知道 陈丹为什么会选择在扬州自杀 他的家人呢 也说不清楚 陈丹最后一通电话 是到扬州之后 打给他妻子的二姐的 在电话里啊 陈丹呢 就向二姐诉说了苦闷 而陈丹最后人生的告别 竟然是一句网络签名 写着五个字 此人心已死 一个年轻人 在远离家乡的陌生城市 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们依然无法知道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挫折 经历了什么创伤 其实现在很多人啊 可能也都在面临着困境 可能很多人脑海之中 偶尔的也会冒出来一些极端的念头 但我们还是想说的是 不管遇到多大的困境 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 不能用极端的方式来对待自己 对待家人 对待别人 活着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应该勇于面对困难 心里难受了 我们去喝顿酒 我们去找人倾诉倾诉 我们去一个没人的地方 大哭一场 这都可以 哭完之后 把眼泪擦干了 生活还得继续 未来的生活在等着我们 我们的家人朋友 也在等着我们 有的时候啊 生活就是这样 你说努力了就一定有收获 一定有回报吗 不一定 不是所有的努力 都能够有回报 但是除了努力 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行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